大家好 我们今天龙门镇采取了一种新的玩法 1月19号 总统拜登在白宫亲自现身 为他就职一周年的政绩 向美国人民兜售 也多多小小对他不是特别理想的地方 进行一些辩护 我们今天就说说 他在演讲稿最前面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 他认为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方面 这些数字也好 表述也好 是不是全部的真相 好吧 我们今天就采取抢他的形式 首先拜登总统 他第一点提到的政绩是 在我上台的时候 只有200万个人打了疫苗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2亿1000万的美国人 已经是fully vaccinated 就是打满了疫苗了 你们怎么看 这个说来也就是 好像断章取义的他的回答 因为第一个 疫苗其实是前任何 前任政府发展出来的 那第二个就是 他打疫苗的这个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 比如说强制接种的这个纷争 第三个 现在大家最在意的 其实不是疫苗接种率 而是这个检测呢 他没做好 所以我觉得蛮片章取义的 对啊 他本身来说 取下很多的这个 很夸张的诺言 结果都一一落空 比如说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说 We want to shut down the COVID-19 Not the country 就是说我们要 特地来抑制 这个新冠 而不是把整个国家停摆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 实际上这个 我们因为这个疫情 造成了很多的缺工缺缺活的时候 还是蛮严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他在2021年的国庆的时候 他说 We're not only celebrating Independence day We'll be independent of COVID-19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仅要庆祝 这个独立日 我们还要 不再受整个新冠的困扰 可是到现在 我们看到说 整个的医院爆满 感染人数创纪录 所以他光讲这个 打疫苗的人数啊 那简直就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对 这个疫苗的人数的比较 非常的不恰当 因为他是跟疫苗 还没有很多 造出来的时候比 对不对 疫苗需要时间去造 需要时间给人发 所以这个比较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我做统计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的参照 我非常的敏感 这个比较是完全 完全不成立的一种比较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 拜登总统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民主党领袖也好 说只要是 川普任上研制出来的疫苗 我是不能信任他的 我是绝对不打的 那请问当时研究出来的疫苗 和现在的这个疫苗 是不是一回事呢 当然是一回事 因为我所在的公司 就是参与了整个疫苗的生产 因此的话 我可以以我一手的经验来说 这个疫苗完全是当时的疫苗 尽管现在针对Omicron Moderna就说 他们很可能会出新的 有针对性的疫苗 可是这还在临床的阶段 好吧 那我们就说下一个 拜登总统说 在我任上 我们创造了6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这是从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怎么看 中国有一个中国男主的球迷 这么说 说中国足球队 在整个世界杯的世界历史上 只输给过三个队 只输过六个球 连那个老牌的冠军 像意大利队 英格兰队 丹麦队 德国队 连打败中国男主的机会 都没有给 你听了以后 你又觉得很牛逼吧 拜登实际上 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忘了说 因为在2020年 新冠的影响下 美国丢失了 900万个工作机会 所以他实际上只是 趁着现在的整个 因为疫苗的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在防治治疗 新冠疫情上 积累的各样的经验的关系 然后再慢慢慢慢 我们走出来 等于有个恢复的过程 他不能以最低点 作为参照物 拜托 就是说他的牌是不错的牌 就是说因为起点比较低 又有个疫苗在那边 刚刚开始 他其实牌是不错 但是他没有打好的地方 是什么呢 影响就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美国不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 而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回来 不愿意回来造成的这个 也其实对通货膨胀是有影响的 不愿意回来的原因 就是政府钱花太多了 所以他的政策 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复苏 跟就业 是没有起到什么很好的作用 他看到的这个结果是自然发生的 我是希望白宫的幕僚可能需要换一个有点水平一点的团队 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觉得为美国创造了六百万机会 他大可以开一个盛大派对 看看多少人来参加 我想比较诚实的其实这个恢复 另外这是一个不是很有喜庆的一个恢复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急着讲政绩的时候 忘记了最基本的利点 这是一个会让人觉得与现实脱节 那做领袖有这样的一个观感 其实是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团队可能需要换人 CNN才做过一个民调 就目前为止 赞同拜登在经济方面作为的民众不到40% 而55%以上的民众认为 他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和处理是不当的 以为是CNN 这样讲的话我就说 那就真的想到Lindsey Graham那时候 在拜登有40%民调的时候 他说who the heck with the 40% what did they approve of 就怎么可能还有30-40%能赞成 他们赞成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值得想一讲 他那时候Lindsey Graham那时候 是讲阿富汗撤军的事情 他下一个总统说的是 我们的失业率降下来了 失业率现在已经降到了3.9% 怎么看 当然了失业率低 大家是应该高兴没有错 这部分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确实是我们大家觉得还稍微欣慰一点 但是美国的失业率 其实也不大容易再回到 在疫情之前的2% 那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办法解释 古典完全就业是5% 那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失业率 其实这是整个科技产业生产力 所以3.3%是不错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多其实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过度的补助大家 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不大愿意回来 你应该把钱拿走了 这些其实减缓的恢复 所以我觉得4.3%是 争议性不大 而是这个过程 等一下 失业率并不是说 那些真正没有工作的人 叫做失业率 统计失业率的时候 是以某一段时间内 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 来进行统计的 换句话来说 假如超过一段时间 你都是领取失业救济 到了那个期限了 不能再给你发救济了 那么你就不在那个统计之内了 或者换句话来说 长期失业的人 是不算在里面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领过失业救济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是主动辞职 而不是被解聘的话 就是lay off的话 你是没有资格拿失业救济的 我们知道 现在在美国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辞职潮 那些主动辞职的人 是不能算为他们是失业的 所以你现在来讲 这个失业率 里面有很大的水分 对 我完全同意 就是说愤怒变小了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异地地 对不对 就是在整个疫情期间 州政府也好 各企政府也好 发出了很多这种失业救济金 但是它只能在一段时间内生效 下一个总统说的是说 我们的儿童贫困率下降了40% 这是在美国历史上下降最大的一次 我说几句话 因为我很好奇什么叫儿童贫困率 一般来讲我们说儿童也不赚钱 对不对 它怎么就算是贫困率 后来我搜索这个术语 就发现这个事情语焉不详 我到现在我还是找不到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 这个怎么去界定儿童的贫困 他应该是这样吧 就是说收入低于还是16000的家庭 就算是贫困家庭 比如说他有17%的儿童是活在 是在这家庭里面 他是这样算的 对 他跟他的家庭收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但是同时他还跟孩子的数量 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吧 对 他是这样 我刚很快查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四口的家庭 连收入低于25926 就算是贫穷的 那如果是五个六个的家庭 我想可能就算法又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活在 如果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 就算是在这个 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这过去两年 这个美国多少个家庭 父母 小孩的父母 多么的辛苦 大家想想看 2020年的时候 孩子不能上课 然后爸爸妈妈 一边上班 一边在照顾孩子 还帮老师 去做老师该做的堆处 功课的工作 然后学费也没少交 对吧 那2021年呢 稍微好一些 但是基本上 开了一些又关了这些 所以父母其实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这个 不管数据怎么样 舆情呢 是有点 有点说不大过去 因为这么多父母 都这么辛苦 你在这夸耀什么 儿童贫困率怎么减少 可是重要的是 大家都知道 对他的发展心理 社会这些孤立 其实造成很大量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这没有提的话 感觉好像没有挺回到父母的心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根据他这样的一个统计的话 现在美国在处于贫困的儿童是1000万 这个符合大家的生活经验吗 就是说这些孩子 他这个标准的意思定了 就是说如果这1000万 基本上可以认为他们是连饭都吃不饱了 是这么合适吗 不是 不是 不跟饭吃不饱没关系 就是4个人一家的收入现在是低 我刚才看了 我现在看到是2021年9月的一篇文章 第一 四口之家低于26200 对他这个怎么定的 我还研究了一下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餐的最低的是多少钱 然后算上这个家庭一共是多小人 然后多少餐算下来 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是认为是说你就是不太能够吃饱饭了 对 这是在美国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到免费的食物 这是为什么说 事实上并不是这些人吃不上饭 没错 他按照钱的算法是这样 另外钱的算法我们大家都知道 过去一年特别是食品涨价通货膨胀超过5% 甚至毕竟10% 或者有些的食物甚至都不止10% 大大的超过10% 你只要去一趟Costco你就知道了 那么我请问拜登他在讲这些所谓的贫困率的时候 他有没有把通货膨胀率考虑在里面 如果一考虑到里面再一折的话 我不知道说究竟提高了多少 那肯定是没有考虑进去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在拜登哈里斯这个班子 他确实是在美国救援计划里头有一个对孩子的 有孩子的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 他有一个大量的补助 对吧 我记得是每个孩子不知道多少 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发给大家了 当然这也是引发通胀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好不好 我补充一下 我个人刚刚没讲 我个人确实觉得说直接发钱会影响这个百分比 因为这个不难 因为你原来是2万6 有些人可能就是差了一点 有些人对吧 你给他个几千块钱几个percent没什么问题 我看到的数据其实2020年是比2019年差的 然后如果你看成能的贫困率看起来的话 2020也是比2019差 拜登总统可能是讲2021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significant的 可以拿出来认为说是一个accomplishment 就是发钱简单讲 他下面一个讲到就是说我们有新的开张的生意 就是一个新的公司申请开业增加了30% 这是有史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这个还是跟我们讲的创造就有机会是同样的概念 就看你的整体的参照是用哪一年的数据 如果你用的是在新冠肆虐的时候 纷纷很多的餐馆关门很多的中小企业关门的情况下 那么你今年当然因为整个的疫苗的施打 整个其他的情况 那当然就是大家开始反攻了 所以就会有新的开张 这也就是说可能里头有一个语言不详的问题 如果它是比去年同比的话 那你增加30% 这其实都未必一定是好消息对吧 也许反弹还不够快 我在提一件事情就是 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 我们知道佛罗里达他的这个COVID的政策 其实是跟这个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 他甚至有些政策 这个拜登总统都批评他 那佛罗里达州长在讲到他的政绩的时候 他就说很多州都在关了 可是我们州的这个新的这个生意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搬到佛罗里达州去 使得那边的佛罗里达州的经济成长 胜过其他的州 所以你反过来讲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说 拜登他的这些政策并不是更多的鼓励 对这个新的生意产生的 然后他讲到说在我们历史上 头一次或者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 真正得到了一个薪酬的叫什么掌薪 而且他用了一个强调的话 叫actually got a raise 是真正的得到了一个掌薪 那我其实我先简单的说一点我的看法 就是因为整个其实劳动力人口在减少 对不对 整个的疫情里头 大家知道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说 劳工慌到处都招不到人 餐馆根本就招不到人 因为有限的工人 人家都去了更工资薪酬更高的 比如说建筑业什么的 那你劳动人口整个有效的减少的话 你当然这是自由市场自我调整的一个结果 我想你们怎么看 这些是疫情的功劳 对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我想去量讲到整个的一个一幅图画 因为这些复杂的政治经济统计 有时候很难用一个单一数字来讲 我们我们做各样的学术训练的 跟做各样专业报告 不会用单一数字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子会以偏概全 你刚讲的没有错 因为美国劳动力的降低 是从疫情之前就开始 到现在不讲最近 到去年降到这几年最低的只有61% 那更是因为Omicron之后 劳动力严重不足 这个时候市场机制就得加薪 那如果你把这个反映出来的 都到做政府 这个白灯的功劳 那我希望他不会真的这样想 不然的话 大家真的是纠结 不过他是有个功劳 他的政策 我现在讲说政策 就是那个vaccine mandate 它不一定100人以上的这个business的话 就是有很多是要打疫苗的吧 有些工资就采纳了这个policy 造成了这个很多员工 就不能来上班了 那当然我们很高兴 大法院已经判定这个危险 因为联邦权力并不包括去决定 你的身体必须为这个要去打 或者他这个要这些大企业这样做 这个更是不合适的 所以所以还蛮高兴 所以无论如何刚才讲到了 他这个时薪增加这个事情 都往身上揽功劳 我也只能说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对 同时我还是要说 他有没有扣除通货膨胀 如果没有扣除的话 那简直是自欺欺人的事情 工资涨的是比通货膨胀的比例要高了 对 但是通货膨胀还没结束 所以 对可能在劳工的阶层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的 反正他后面的几项 就是什么surprise medical bill 令人没想到的一些医疗的账单什么的 这我说实话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觉得就比较更小 我了解 你说说 我了解这个事情 这实际上他要把它当做是他的功劳 真的是没良心 因为在2020年的12月份 在川普下台之前 他曾经签署过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已经杜绝了所谓的surprise bill 所以实际上这个功劳 是上一届政府的功劳 他把它拿来真的是很无耻 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 我们再看 说这是我的功劳的时候 我们要去问说 他做了什么 他有哪些policy的改变 因为他一定是要定了一个政策 如果没有什么政策 这事情发生的 那就很难说是他的功劳 今天如果是大家做一个比较理性的讨论 公众政策 的确是当一个总统 他说他做的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就像苏承讲的 他有做什么政策的改变吗 他们有做什么各样的法规财经的一些诱因改变 同时照说应该还要讲 哪些是在他任前就开始的 这些当然我们知道 这些政治人物 通常第一个他不见得有这样子的学养 第二个他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度跟胸襟 所以其实刚才可能都是期盼过高 但是无论如何 就这样讲这些 未免太看低美国人民的共同 我看了一下他还真的谈到了这个刚才Jerry 你谈到这个concern 但是听听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说了两个Thanks to 就是感谢感谢什么呢 Thanks to首先感谢叫美国救援计划 这是在他任上推出来的一个纾困的方案 对不对 其实是你也不能说在川普的任内就没有纾困方案 这只是说困难一直是这样的 国会也意识到就是来我们就做这个 第二个他感谢的是叫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Bill 就是两党同意达成的基础建设的法案 或者说花的这些钱 这是他给自己的说法 他在财政的上面 他讲到就是说我也任命了一些联储的新的主席 Chair 然后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责任 不只是要通货膨胀的控制 还有就业的问题等等 好像也还是给自己一些credit 这个就是换了去让你做总统你会做的事情 就是你也会认命联储的这个人员 你也会告诉他 所有的总统都会告诉他同样的事情 确实做的不错 对 那他最后讲到就说 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面临的挑战 那主要他把这个COVID当成一个公敌 这当然也是合理的 然后他说通胀的问题 我也想过了 我有三个办法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修复供应链 第二个是说我的重建美好计划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他还没有完全实现的一个执政纲领 对吧 第三个是说我也是一个资本主义者 我相信资本主义如果没有竞争的话 就是一个剥削了 所以我要促进竞争 这是他在未来的一些方案 就是说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 怎么看 这个我有几句话想要回应一下 打通供应链 这确实是重要的事 我认为白宫跟他的内阁 应该要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们现在在做哪些事情 进度怎么样 因为这是一个更负责任 能够帮助大家看见说 你的计划是这样 因为众手周知西部的港口 还有一些各个不同市场的这些失调 就确实应该把它公布出来 这是一个 而不只是表达 那目前大家的感觉是说 政府在做什么呢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需要 需要这个脚踏实地地把方案讲出来 第二个呢 他讲重建美好计划 我们暂时把这个好听的名字放在一边 重建美好计划 就是让银根再度放松 不管你讲是两兆或三兆 联损局苦哈哈的 升息三次四次 还要什么停止 减购公债 搞来搞去呢 其实的数字都还比不上刚才的一半 所以啊 你从逻辑看 仔细想一想 有试之士会觉得非常忧心 就是一边呢 严准极好 不能把银根缩定 再方面 还有一个不知青红皂白的 这个 白宫的带领的跟国会 想办法再来两倍三倍的银根放松 然后说要打击这个控制通过膨胀 实在是令人觉得这真的问题是很大的 我觉得说他不要光说不练 因为如果说强调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话 那么他的敌人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贸易壁垒啊 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正是因为有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川普总统跟中国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可是现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没有兑现 那么因此的话呢 就是现存的这些的关税要怎么做 是把它撤掉呢 还是继续保留 我看你如果遵守诺言的话 还是应该保留这样的一种的关税 对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惩罚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三点 其中有两点我听到都蒙了我一阵子 怎么逼逼逼这个三到不知道多少兆 因为很多钱要继续花 能够解决通胀的问题 这个匪夷所思呀 真的是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钱呢 是要去借来的 自己没这个钱 那这个钱 很多政府在花的时候 也不是这么的有效率 再加上现在我们正要加息的这个 在加息的周期的里面 你去借钱 你以后还的利息要更高 这怎么会 这怎么会这个帮助通胀 我看它的基本的一个 它的基本的一个逻辑是主要从家庭入手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重建美好计划里头 可以大量的削减家庭的负担 无论是小孩的早期的这种看护也好 还是说对孩子的一些其他的帮助也好 child care 所以有更多的人就可以反攻了 总之当然是它有一些神逻辑 我相信这么短的一个演讲里头 也未必能够完全说清楚确实 但是其实我们反对那个计划 就是因为它会制造通胀 所以我就懵了 彻底懵了你知道吗 还有这样子搬的 这搬的有点 对它主要关注一老一小 它就说不光是child care 还有那个elder care 总之就是好像这些东西就能够减少通胀 ok好 有两点 其实那里面的很多 就是所有的钱都是去帮助那些家庭 这是第一 它只是挑了那些的确是有帮助到那些家庭的作用 但是它 它应该是会造成更多的通胀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说因为我给你给它钱了 它可以更好的抗通胀 可以这么讲 但你说这个帮助减少通胀 这解释是 我就不说 多多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 我不是说反对那个 这个反垄断法 但是我也没有看出这个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 怎么会这个 这个帮助通胀 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是一个很紧急现在的问题 它那个法案出来不知道是多少久 那个竞争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情 我觉得扯 对 它没有说到 我是想不通 我是想不通这两个事情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即使在他演讲稿里头 他讲的也是说 我签了一个行政令 然后要要求要解决不公平的竞争 在我们的经济里头的不公平竞争现象 大家能想起来 他签的哪个行政令是做这个事的吗 我是不知道 而且他是已经是签过的 他是不是I signed 就是说这事我已经做了 也就是说现在suppose一个法律已经开始在 在让这个市场竞争更加的自由了 我可以想到他签了一个executive order 是造成动胀的 他就是把一个pipeline keystone pipeline给他给砍掉了 现在造成能源的问题 这时又已经涨到了86 现在可能84 现在85原油了 听说又要开始加快角度 把那个战略储备要放出来 我们看把那个战略储备放出来 能够有多少的效果 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当然了 这个他希望让自己的陈毅丹 看起来亮丽一点 希望那个化妆师脸上铺些粉的照片 看起来不太难看 这个也算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看一个比较有担当的 因为美国的的确确是在一个 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状态当中 正在进入恢复 其实一个做领袖的 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 许多呢 其实如果让大家觉得说明白 然后承认这边做的不好 想做要怎么样来做 似乎更能够取得 大家说你了解我们 然后你承认你这边做的不好 因为美国是有 accountability 虽然这个字啊 不是说所有的老百姓都像商界这样使用 但是人是期望说承认这边做的不好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改革 这个地方是大家的功劳 不是自己的功劳 我觉得这些基本的观点 在这个当中上市之后 他再怎么努力 这个美光灯砸出来照片 是不会美的 他就算化妆了一些素质 也会被包括我们在内许多大家来批判 连这个左派的媒体都在批判 所以这实在是一个不治的公关动作 他的团队需要换人 Jerry的这个总结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今天龙闻镇尝试了这样的一种新的形式 如果您觉得也挺有意思 请你在网络上给我们留言 希望您订阅我们的在YouTube上的频道 下周再见